为什么?因为他要成为菩萨 他要会多国语文 他要做很多事 所以他要逼自己 逼自己 很努力去学 以前小时候有很多 被吊起来打 为什么?因为这个活佛 他不想读书了 因为不行啊 因为你做一个仁婆妾 做一个菩萨 你是别人的世界的众生的 所以你必须要学很多 所以我们很羡慕 如果我下辈子 投在一个学佛的妈妈 多好啊 从小就叫我学佛 都很多经典 所以 祝你成功 念一下 那 然后最后还会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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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遍 就是說 那你的舌頭就會 很厲害 你舌頭 念佛講經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它口才會很好 就是你念阿拉巴상 一睡醒就要念 因為我們人睡醒的時候 舌頭是硬的 始終冊 啊 幹麻 代表你在睡覺 不行的 所以我師父 每次半夜叫起來 看你舌头有没有很厉害 你不能说还在迷惑 师父现在才两点 不行 你一接电话 就人家觉得你精神很好 你现在在状态 在那个状态 但是念奥阿拉巴扎那地 就是让你的舌头 会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甚至像文殊菩萨 有64种声音 它很厉害 奥阿拉巴扎那地 所以那就是 一方面求佛菩萨帮忙 二方面自己也很努力 所以你说 佛啊我天天念奥阿拉巴扎那地 然后你又天天不读书 那也没用 所以佛要帮助你 那你自己也要花很多时间 看书 写字 少看电动玩具 对不对 但是很难 我告诉你 电动玩具那些设计的人 他就是要骗你 这样他才会赚钱 所以他们那个吸引力很厉害的 我们那些小和尚 我们以前有40个小和尚 自从有手机以后 通通都回家了 因为自从有手机以后 谁会去拜佛呢 他们就没办法 所以要控制自己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是吧 饭菜来了吗 好吧 开了吗 没有 开了 海涛法师您好 父母是我们生活中 还有修行中 特别严厉的对境 想问您一下 就是我父母 因为我自己本身来英国来了十四五年了 然后父母呢 可能每半年就会过来住 住半年 然后他对生活中 就是可能还是以那种 我是你爸妈 你就必须得听我的那种 生活上我觉得可以忍受 可是在生活 就是修行上 比如说他们两个不信佛 然后我们如果出来参加法会啊 就是说今天还有之前大宝法王来的法会 我就必须得撒谎 说参加哪儿的party 或者是公司开会 加班这样的才能来 然后就特别痛苦 然后在家的时候呢 比如说早上要烧香拜佛 然后或者出去失食啊什么的 他们就特别看不惯 就觉得 哎呀你怎么这么给我丢脸呢 我们家几几倍倍都没有你这样的人 你还吃素你 你不要再回国了 就是这种 就觉得特别痛苦 哎呀然后 其实我有时候偷偷摸摸 就是给他们放一些 就是有一些大德的视频 然后想让他们建立一些因果的观念 每次一到跟他们提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 你不要跟我说啊 这都不存在的啊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是五几年出生的 在中国就是 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他们被洗脑洗得比较严重 所以就不承认因果 没说不承认因果吧 他们承认做好人 但是他们就是非常不相信 就是有佛菩萨 所以我就特别 生活特别纠结 他们过来就是 嗯 因为确实是关我们生活管的特别严重 比如说我们带小孩上弟子规的时候啊 教小孩一些什么 或者是我爸脾气特别不好 我就说你别这样啊 特别损福报 他就说我就不喜欢听你说福报 哪来的什么福报 就这样 就是我觉得特别 我只是特别严重 所以就想问一下那个海涛法师 就这种状况 我们做儿女的 又不想顶撞他吗 还想孝顺 然后要怎么办 就觉得特别痛苦 好 谢谢你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啊 无论父母怎么样表达 你现在告诉自己 我不能因为这样而起烦恼纠结 这是一个基本 因为修行 它就是给你境界帮助你 特别佛陀说 要发菩利心最难 就是说父母最难度 但是你想尽办法要帮助父母 这是发菩利心最高的助缘 所以就像我自己来讲 像我出家 我是骗我爸爸 我爸爸说出什么家 对不对 那我说那我去日本读博士 那可以 因为他叫我一定要去读博士 所以我说我去读博士的 这种骗的方法 但是他不能够理解 但是我都能够很平静 因为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的教育 他听到出家 这还得了 对不对 我家里 我爸爸去把族谱都找出来 我们家25代 没有人出家 对不对 然后一直跟我讲这些 但我都不能生气 我不能起烦恼 我认为这个是正常正常正常 然后我不要退转就好了 然后呢 当然 我想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是什么都可以改变的 你要相信 什么都可以改变的 所以你只是我们这个改变的助缘做得好不好 所以首先 为了要让你改变的助缘做得好 你首先不能起烦恼 然后呢 第二个 你在不起烦恼的时候 替你爸爸点灯啊 点灯供养文殊菩萨啊 用他们的名字呢 去印经典啊 他不信英国 你就帮他印英国的经典 就是做自己 他不信什么 你就帮他做什么 然后一直回向给他们 因为我们对父母 为什么叫 中国叫孝顺报恩 就是说 他永远是如此的 但是你 你以这个为助缘 因为众生就是父母 众生就是永远不理解你 但是你还要保持微笑 你千万不要显现 因为这个事情是你修行断烦恼最好的助缘 因为我们不能对父母有这个想法 然后你在这个心态就会产生效率 然后求佛菩萨加持 所以我们念观音菩萨 或是你念干嘛八千五 他一定有力量 所以像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厉害到严重的躁欲症 你看那个已经没办法了 医生不听他的话 医生都被打 他进去医院跟医生 开什么要开什么要 医生说那你还干嘛干嘛干嘛 对不对 他就一定要医生听他的 然后他又要去找医生 然后他又有力量 医生又不能惹他 所以到那个情况了 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 我永远都不放弃 因为我认为 因为我爸爸这样 或许我跟我爸爸 是供业 因为脾气不好 有力量 暴力 我妈妈看到我爸爸都会怕 但是这个就是我 所以我必须要完全的接受他 所以这个是对我 所以我爸爸在我 前十二年吧 他就改变了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 甚至还不住家里的 住我们道场 你看 吃素 不生气 不骂人 不失 就是这样 所以可以改变 像我的师公 真华长老 他的爸爸来寺庙 把他抓回家 跟我还俗 不然我打死你 就是这样 跟我还俗 我打死你 他爸爸因为没饭吃了 叫他儿子 你还俗还俗 赚钱给我用 那真华长老 那也没办法 他都顺 他都顺 后来他爸爸就生病 生病以后 再四秒 他就是跪在 观音菩萨面前 燃那个 我们三颗三颗 他燃了四个三颗 十二颗 第一个发愿 我爸爸病好起来 第二个发愿 我爸爸 不要拉我还俗 第三个 我爸爸 就是跟我吃素 第四个 我爸爸跟我出家 他真的发愿 然后他爸爸病了 五六天以后 醒过来就变一个人 对啊 所以这个叫佛法 不可思议 他爸爸也醒过来 我饿死了 我饿死了 那他想完蛋了 饿死了 要吃什么 对不对 他爸爸说 你们里面有树包子 就可以了 你看他改变了 那他问他爸爸 为什么 他说 我病得快死了 做梦了 醒过来 饿了要死 饿了要死 那边有出家人 在吃饭 我跑过去 我要吃 这你们不能吃 出家人才可以吃 你们不能吃 你出家就可以吃 那出家就出家 这样啊 所以他就这样发愿 他说我出家就出家 坐下来吃 所以儿子没问题了 后来他爸爸就这样出家 所以不可思议 所以正话张大经常拿给我看 像我们都有点在手上 你们可能没点 下回要点我就帮你们点 这个就是我们按照法华经 就是说我们人生共佛 回向父母 这样啊 所以在台湾有这个传下来的习惯 就是为父母在 在 在发愿 点灯都可以啦 所以我只是觉得什么方法都可以 不见得说按照这种方法 只是说 还是刚才重点 第一个你绝对要有耐心 不能抱怨 不能纠结 因为这个要先守住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佛法一定会加持 那你要对佛法有信心 你做什么修行都可以 回向给他们 他总有一天会改变而已 像我出家这几年 我发现那个改变 大得不得了 甚至还有人会托梦去跟他讲 这样啊 然后有些人你跟他讲没用 梦中讲有用 像我爸爸吃素是 我劝他吃素 他不可能 他跟我讲那些 不可能的事情就对 后来有一天他回来说 他找我打电话叫我 你在哪里啊 我说台北 回来回来 我有事跟你讲 我说什么事 我要吃素啦 我说你 我去外面运动啦 我那同学说 你的儿子出名啦 听说是海涛法师 是你儿子 你在外面吃肉 太丢你儿子的脸啊 所以呢 我回来 我跟你讲 我决定吃素 这样啊 然后把我妈找过来 既然我要吃素 你也要吃素 你吃素你也煮给我吃啊 因为我爸爸这个人 很爱我们 但是很爱面子 对不对 然后我这么出名 怎么可以丢他的脸 这是他的唯一脸 所以这个叫因缘 他那个同学就是菩萨视线 在那种因缘 我给他讲 怎么讲他都翻脸 所以尽力 但是等待因缘成熟 不管什么事情 不是说光度父母 就是说 但是你首先不能起烦恼 然后呢 我按照这样 就像我们生病 你也不要抱怨 这是我的业障 我止我才会怕痛 所以我就很忏悔 然后因缘成熟 好啦 永远没有再痛 那我就一直很烦恼 我为什么会这样 那不行 所以平常还是要广结善缘 然后祝缘就会加持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涛法师红法行程 11月20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红法行程 11月26号星期日 药师如来书圣宫等日 圣袭余额行程1000倍 下午2点 马来西亚 八珠八峡龙宫夜区祭甸庙 道蒙山诗试法会 11月28号星期二 宗格巴大师诞诞成 莲花生大事 入葬纪念日 及印画日 显结千佛属圣功等日 山西与恶行程十万倍 上午9点 马来西亚 马六甲 陆叶园 八观灾界 11月29号星期三 祈天大圣圣诞 下午4点 马来西亚 马口森美兰 园景酒店 佛法开示 护生 点灯 供水 祭慈悲诗实法会 11月30号星期四 上午9点半 马来西亚慈悲护生会 护生缘 咽供 即放生 12月1号星期五 念贤结千佛 实战主罪一间节 下午4点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 慈悲佛法开示 12月2号星期六 念阿弥陀佛 实战主罪两百节 下缘水观 大地圣诞 上午9点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 八观灾界 12月3号星期日 阿弥陀佛书圣功德制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上午9点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 供佛摘天 祭慈悲诗实 12月5号星期二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证处罪九十节 地母至尊千秋 上午10点 马来西亚 北海八脉生命教育中心 观工法会 护生 点灯 供水 六拱祭慈悲诗实超度法会 12月6号星期三 观世音菩萨 圣功德日 山西与恶行成一百万倍 下午4点 马来西亚 槟城生命教育中心 行灵讲座 护生 点灯 供水 六拱祭慈悲诗实超度法会 10月8号星期五 马来西亚 吉达佛学院 第四届短期出家 10月9号星期六 青山灵安尊王千秋 马来西亚 亚罗士达 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 亚罗士达 国际短期出家 10月11号星期一 炼地藏菩萨 大师至菩萨 持战处罪一间劫 周苍爷将军千秋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 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 10月11号星期一 炼地藏菩萨 独圣大佛 持战处罪一间劫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 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 12月12号星期二 赶天大地 许真人千秋 燃丹节 宗克巴大师 元吉日 莲花生大事 殊胜功德日 圣喜与恶行成十万倍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 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 12月13号星期三 马来西亚吉达佛学院 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 亚罗士达国际短期出家 敬邀石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一般来讲我们藏传佛教比较重论是观修是观所以因为长期以来所以他很多时间他必须要闭关要关修是那汉传佛教的喜欢修福报嗯他喜欢读经嗯然后就很明显了很多时间他必须要闭关要关修是那汉传佛教的 而且就变成汉传佛教的修福报比较大 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了我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也接触了一点就是汉传佛教的一些法脉也没有真的实修或者怎么样但是只是接触一些 所以这样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一个人得到这样的一个圆满的成就那他得到的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果报上很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他的因基础上他也是需要圆满的 所以呢贤密还有那三乘的修行都要具备都要圆满才能成佛才能成就 我们说佛是骗之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当然就是他也这个也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不是说无缘无故就变成无所不能无所无所不知 他批语其实他有说无所不知media 但是修行在清净罪业凌集滋量 这样的情况之上慢慢修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广阔的心 凡是它是佛法的 我们可能尽量的去学习 尽量的去接触 当然有些东西呢太多啊 可能就有些东西 我们今生做饭菜啊 就是打扫啊这些 可能对众生也有利益啊 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法 但是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要 我们要去学习 我们要去为了利益众生 我们就什么都学啊 什么都要 就是说 怎么说通俏 是不是 所以呢我觉得 一个 就是 是得到这个圆满的 中觉的这样的一个人